各位观众,在民国六十年开始的时候,我们今天特别请经济部工业发展局的委居长跟我们谈一谈,在过去一年我们工业成长的情形以及在今年一年未来的一个展望。 各位观众,在五十九年这个工业成长率是大到百分之16.8。那么我们在估计了近年,我们工业成长率可能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以下,二十点出。 在工业里面呢,我们本层呢,四大砍目。第一还是宽业,第二还是制造业,第三还是房屋建制业,第四还是工业治业。 而在宽业这方面来看呢,去年就成长率很低,它不大部分质业,只有部分质业。 那么,去年我们在古籍探前呢,不但呢,增加的也会不多了,传染者很可能要到达近净。那换句话说,也许要紧张呢,部分质业大。 这个主要的呢,是因为我们每款的生产呢,现代的困难,产面呢,恐怕不大佣金呢,增加。 另外呢,就是啊,我们反过新族的质汉。 新年的成长呢,也不算高,只达到了部分质一品质。 那么,新年看这个情况起来呢,也许稍微好一点,但是呢,也不会增加的太快。 看新年呢,可以达到了部分质一品质。 而新年呢,这个成长很快的呢,供应里面呢,有两个汗墨。 第一呢,是供应质业,是主要的,包括发出质一品。 新年增加呢,差不多是四十一品质,靠一品质二品质。 那么,新年的我们看法呢,大概也是相同。 新年呢,也可原来呢,到了部分质十一品质。 新年增加,那么最主要的领寒呢,就是提造业。 这个提造业呢,提名的成长呢,相当的好。 可以达到了部分质一品质。 那么这个提造业的发展呢,我们可以进行的呢,全身看好。 我们希望呢,能达到部分质一品质。 而这个提造业呢,除所于能够这样的达到,最近的增加,而增加的相当快呢, 我们可以从做成提造业的,不换统的的领株。 来看。 那么我们现在呢,把这个提造业呢,整成两类,来看出它主要的细构。 一类呢,是性贡业。 一类呢,是重贡业,从化学贡业。 我们把它并在一起,叫重化贡业。 而我们这个性贡业看呢,新年的成长力呢,是不分之社会主义。 新年呢,我们最近的看好,希望呢,能够得到不分之社会主义。 而重化贡业呢,这个性贡业呢,去年呢,更比较好一点, 增加率是不分之社会主义。 而新年呢,很希望呢,能够得到不分之二十五点钱。 这个性贡业,从重化贡业就构成我们的制造业。 因为这个是我们贡业的主要的因素。 我们从五十一年看起,我们重化贡业呢,站到我们整个贡业生产率。 在五十一年呢,只站到不分之四十点数。 新贡业呢,站到不分之五十九点六。 从这个五十八年起呢,就最近的增加。 那么五十八年呢,到到五十三点六。 五十九年呢,重化贡业呢,到到五十六点九。 我们估计呢,新年呢,它会最近增加呢,能够超过了不分之五十七以上。 那重化贡业的最近的增加呢,就是说我们的贡业, 新发业的基础啊,最近的增加稳固的反向责。 这也就是呢,我们整年呢,在增加的主要的那个动向。 好,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